8月15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基建项目社会俱乐部组的比赛在山西朔州淮仁体育馆开赛 其中4名华侨华人运动员代表个人参加比赛 这也是华侨华人运动员首次参加全国青运会 16岁的申哥就是其中一位 为了参加此次比赛,申哥和妈妈用了13个小时从奥克兰飞到北京 又乘坐5个多小时的大巴,一路南下抵达山西淮仁 就有点紧张,有点睡不着 今天状态挺好的,但是后半截的时候腿就不是很舒服 今天有点磨,然后就又有点拉倒了,就后面有点疼 当天,申哥参加了社会俱乐部组的女子重见个人赛 由于腿伤原因,申哥未能打出自己预期的成绩,只步15强 回去以后我会多练习我的脚下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我的节奏和我的距离,这样会更好 所以我这次也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 三年前,申哥开始练习肌健,起初他只是觉得好玩 后来就想坚持下去,为了练习肌健,申哥甚至放弃了篮球 排球等中外的运动 爸爸给的鼓励比较多吧,因为爸爸之前那个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肌健运动员 所以他有这个肌健的情节吧,所以也是特别支持孩子搞这个运动 所以有人接他班了 曾孝立北京肌健队的爸爸会经常向申哥传授经验 我爸就说别让我太着急,因为我太急了每次都 然后他说没事就放开打就行了 就放松打,就是看镀像什么的 或者有我不懂的地方我会去问他,然后参考一下他的意见 作为首批参加全国亲运会的华侨华人之一 申哥的妈妈刘毅表示 这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他们可以与高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切磋技艺,交流提高 其实他们是希望参加我们这些轻运会也好,全运会也好 包括省市的锦标赛也好,他们非常愿意参加的 只不过是之前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平台一个机会 这个打开之后对于海内外这些华人华侨的这种促进和体育的发展 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效应 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时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首次邀请海外华侨华人参赛 这项改革举措,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那么随着体育总局全面做好放开的这种政策 我们是越来越希望更多的只要是海外的华人 只要从事这个运动,我们都是敞开欢迎的 只要戴上头盔拿起剑就不分了 大家都是可以一块切磋技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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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